朋友们好,我是阿凉 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已经出去了 就剩我一个了 我要做村里面最亮的宅 其实呢 农村也有农村的好,城市也有城市的好 每个人选择都不一样吧 为什么说农村也不错呢 比如说我们没什么菜吃 我们就可以到山上去逛一逛 然后就会有菜吃的 不用买菜 挺不错的吧 带你们去山上逛一逛 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雨 就没怎么拍视频了 你看这个天都还是乌漆骂黑的 这样来都来了,一个都不放过 其实这过一两天再摘的话会更好 这还是有一点小 像这种就 刚刚好 不大也不小 还不错吧 哇 这里还有这么多 挺不错的 摘回去吧 摘回去吧 摘回去应该有一 够自己吃的 还不错吧 这个长的 哇 这个很嫩啊 这个 结果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雨 这小一点就不要了 等它长一段时间就好了 再过来长 这都好飞啊 现在目前只长这种小树 大一点的树都还没有开始发芽 现在目前只长这种小树 我看有的人 好像这种长刺的也吃是吧 这种可以吃吗 我不是很清楚 我没有吃过 不知道能不能吃 你说这个要不要放过它呢 算了放过你了 这个过一两天 再来看一下 就正好 它长得很快的 它只要发芽了就长得很快 这里又发现一大片 蕨菜 这蕨菜我感觉 吃起来一般般 我不怎么喜欢吃 我就喜欢摘 听这个声音 哇这个真的好肥啊 这个 摘了这么一点 够了吧 吃一顿就可以了 听说这个蕨菜是有毒性的 我也不吃很懂 少吃点就行了 80%的农村生活过的朋友 应该都吃过 从小吃到大的 咱们少吃一点 应该没关系的 不到一个小时 就收获了这么多的菜 够吃好几天了 葱芽 葱芽 决赛 还有木耳 看一下这个木耳 很新鲜的 不加了 吃一样的 哦 咱们吃一样的 就吃一样 一样的 又是一样的 有点 就吃一样的 要吃一样的 就吃一样的 可以 有点 有点 谢谢观看